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去换身份证 这个身份证已经陪伴了我有十几年了 我们可以把身份证照片也可以拍得好看一点 像我现在这个妆容肯定是不可以的 Katris低管粉底液质地轻薄水润 并且非常好涂抹 最重要的是它不会脱妆很持久 三次参加活动的时候就是用的它 还有个就是它的遮瑕非常的好 所以这两个月我用的都是这款粉底液 这款四色高宽修容盘呢 我之前就有推荐 这款呢就非常的实用 周紧下巴会造成下巴后翻的肉会被挤压 这样会显得更加难看 所以这个时候呢 修容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简单做过鼻影和下巴的修容之后 看到右边脸颊会有一个瘦脸的视觉效果 眼妆上面还是要自然 而且眉毛的颜色不能变 那我现在用的是深棕色的一个眉粉 然后用灰色的眉笔 用灰色填补在棕色上面之后 就不会显得眉毛那么的生硬 那我们在眼妆上面 让眼睛变得有绳就可以 选了一个接近肤色的 先给整个眼窝进行打底 再用第二个颜色在中间这个位置进行涂抹 这支LB的眼线胶笔我超级喜欢的 比Life的那支更好用 怎么去搓都不会掉 涂完之后从早到晚只会慢慢的变淡 不会有很明显的预染 所以我就非常喜欢它 眼尾呢我把眼线拉到了跟双眼皮一样的位置 再用眉刷的这个头 把它给预染开 睫毛夹翘之后呢 也会让眼睛变得更加的有声 兰克的这支睫毛膏呢之前很火 这次用它呢是因为它比较自然一点 所以我们在睫毛上面可以轻轻地去涂抹 这个腮红特别推荐 它除了可以做腮红还可以做眼韵 唇妆当然也不可以太浓 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它更有气色一点 先选用一支打底色 这个颜色是一个裸粉色 就用我们的唇刷把它均匀地涂抹开 那身份证照片里面呢 因为背景是白色的 所以一般会要求你穿深色的衣服 但是选用黑色的衣服的话 是下下颗 那在发型上面 即使你把头发放下来 工作人员还是会要求你把整个五官 还有耳朵全部都露出来 所以我一般会把头发扎成马尾 那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好那我现在去拍身份证啦 好我的身份证已经拿到了 然后我对这个还挺满意的 毕竟还要陪伴我未来20年呢 如果说你们也要去拍身份证的话 不妨可以这样试试看 好啦那我们就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